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绝任何媒体转载萨沙奖史堂第497历史系列第197奖冯国章和冯拱到底什么关系 是曾祖父和崇孙子的关系 冯国章是位极人臣的大军阀 冯拱确实一个社会底层说像这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 听萨沙说一说吧 稍微了解一些民国历史的 都听过冯国章的大名 冯国章是民国初期最有名的军阀头次 和短期队同属北洋三杰之一 冯国章的一生可谓位极人臣 常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只服从袁世凯的领导 袁世凯死后 冯国章更是威风八面 曾经担任国民国的总统 也曾统率出十万众兵 冯国章称第二 怕是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 冯国章还是一个非常聪明狡诈的军阀 他本来是袁世凯的爱将 见袁世凯称帝重叹清理 也迅速反员以自保 最大程度保护了自己的利益 有意思的是 冯国章还是一个很喜欢免财的军阀 他去世的时候 留下的遗产惊人 现款 田地 股票之内高达三百万大洋 还有大量房产 比如冯国章故居 有厅堂屋隔四百米间 浩白银六十万两 有意思的是 这样一个大军阀 他的虫孙子冯公却说起了象征 这里也没有点损的意思 冯公老师看了别生气 在旧社会 说象征的地位极低 和走江湖卖假药的搞砸转卖艺的差不多 属于下九流 因为社会地位太低 一般正经人都不会去做这行 宁可去做工 所以 从事象征行业的多是一些无不正眼的人 甚至是到城市跑生活的流民 农村的二流队之内 用郭德纲的一句名言就是 说象征的没几个是好人 曾祖父和宠孙子的地位反差如此之大 怎么回事呢 这也不难理解 家庭破败了呗 冯公出生在1957年 所谓富不过三代 此时的冯家早就不富当年 冯国章早在1919年就死了 起初他的子女还算争气 冯公的祖父冯家遇 是冯国章五个儿子中的老三 毕业于德国柏林工学院 回国之后 他长得冯国章的势力 在天津创办了多家银行 沙场 油漆厂 发电厂等等 生意做得很大 冯国章此后 失去后台的冯家遇就走了下火路 到抗战之前产业就倒闭了一大半 冯家遇有六个儿子 老三就是冯公的爸爸冯海港 北京府人大学教育系毕业 他的妻子是大学同学刘易素 也是一个名门书女 冯海港不是商人 也没有什么太多遗产可以继承 建国后 冯公家就仅剩在天津民主的 五十八号的一套老宅了 冯国章一生多次镇压革命 反歇害革命 反二次革命 反护法运动等等 是标准的反革命 于是 冯家自然被扣上了反动军阀家庭的帽子 文革开始后 冯公爸爸冯海港因此道个没 在房管局的公职被开除 还押送回原级河北改造 冯公家也被赶出老宅 赶住到大昌清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 冯公的新家是一间仅有十二平方米 连窗户玻璃都没有的小破屋 不过 在这里冯公家人却得到了安宁 这里三十多户都是靠卖苦力赚钱的底层老百姓 倒是没有什么政治意识 他们只冲人的好坏来接人待物 觉得冯公家不是坏人 这里没有剔斗也没有政治歧视 冯公回避当年觉得心情很平和 以前冯公出门有时候还被别的小朋友蒸石头 在这里却有很好的小伙伴 在这个大院中 冯公度过了自己穷困的童年 冯公生活是艰苦 这是台风祖父冯国章绝对想不到的 冯公父亲工资平发了 每月还要家里寄居二十元维持基本生活 冯公家住在这个小破屋中 每月还要给十五元房租 当时除了最小的冯公以外 三个哥哥姐姐都在内蒙古和甘肃插队 生活艰难 冯公的大姐冯幸云在甘肃 她后来回忆 甘肃粮食产量低 基本是各地钓鱼过来的 当时条件很差 吃不饱 由于条件简陋 吃的馒头蒸不熟 吃起来还粘牙 新颗面吃了又消化不了 加上劳动强度大 就得了胃病 为了接济这三个孩子 冯公母亲每个月要寄给孩子们一些钱 另外 冯公家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七叔 也要花钱 而全家有多少收入呢 只有每月八十元 这是身为袁天津市女二周老师 冯公母亲的工资 冯公家回忆 自打即是喜 我们吃的就是粗茶淡饭 穿的都是不丁衣服 为了省钱 冯公去菜市场捡过菜棒子 也去工厂的土堆上捡过梅渣 穷归穷 苦归苦 冯公家还是比较乐观的 冯公的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像钢铁一般坚强 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 身为数学老师的母亲仍然积极工作 积极生活 年年被评选为优秀教师 用冯公的话说 就因母亲工作上极其能干 冯家才避免了全家被下放农村的危险 否则 我也就不可能走上文艺这条路了 此时的冯公家已经是天津最底层的平民 而孙爷只能自求多福 各显其台了 冯家族族辈辈没有人搞过文艺 冯公却颇有些天赋 少师的冯公喜欢文艺 学习了金湖 在后来的元宵晚会上也表演过板湖等乐器 还光荣地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被特许批准进入了所在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七十年代一次学校文艺活动上 冯公很偶然地模仿了马基 堂姐中的相声友谊送奖得特别好 马基听说有个学生说得比他还好 一时兴起亲自来看了冯公的表演 看完后 马基认为冯公非常有说相声的天赋 将他收位土地 还希望调到自己的单位 一看的是 冯公过步的正审这一关 调动的事情不了了之 马基的指导加上冯公的天赋 冯公的相声说得越来越好 逐步有了名气 兰州军区文工团 工程兵文工团都慕名来招人 这也深深打动了冯公 在当年 军人是青年最好的职业 哪个小伙子不愿意参军 只是 冯国张宠孙子的身份 让冯公的军人美梦一次次破灭了 天津纺织孝毕业后 冯公只能被分配到放织机械厂做前工 这是重体力活 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 沈阳军区某基建工程兵宣传队又找到冯公 说只要你们愿意 什么都可以解决 一到部队就让你们穿上军装 此时的冯公几次向工厂领导申请 但后者坚决不放人 冯公此时倒是表现了曾祖父的一点样子 他不顾一切的去了部队 在当年 任何人无故矿工就会被开除 那年头又没有私营企业 连摆摊都不行 怕是要饿死 这次冒险的结果 让冯公差点完蛋 虽然军队负责人用了最大能力 冯公在部队也表现出色 但始终过步的正神 其实想想也是 那个年代的红色宣传队中 哪里容得下一个大军阀的后代 在军队当了两年有事无名的黑兵 最后冯公又被迫回到原单位 在工厂大门口 冯公看到一张大字报贴在墙上 冯公目无组织纪律 善离职守 矿工达一年多 新研究决定予以自动离职处理 鉴于冯公已一年多位参加团组织活动 做自动离传论处 这在当天绝对是寝空霹雳 换成一般人可能就要头壳上吊了 但冯公坚持住了 随后又遇到了贵人 纺织局至现场的书记收留了他 让他能有个地方吃饭 1980年冯公正式吊住了中国铁路文公团 那时的冯公二十三岁 冯公自1986年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 随后连续三十年参加了春晚 这是个惊人的记录 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人赶得上 冯公给观众们带来了几十年的欢乐和笑声 比台风祖铺冯国章带兵杀人要好得太多了 如果看到崇孙子的优秀表现 冯国章老先生在天之灵也应该会微笑了 萨莎奖史堂第497历史系列第197奖